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课的内容 近邻的第二个板块 那这两个板块呢 涉及印度跟俄罗斯 那这也是我们周边的国家 现在呢 其实中国在18届之后 18大之后 以习近平主席为这个核心的党中央 调整了国家的对外的这个外交战略 就是以周边外交为主 就是对周边外交 跟中国近邻的这些国家 这个显著的加强联系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现在呢 这个曾经在周边关系不好的 现在关系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变化 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把近邻 我们的邻居这些信息呢 要做一些强化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 这个邻居 这个人口呢 世界第二大 并且很快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 现在跟中国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这个近邻呢 他们的这个大概在哪个位置呢 北边喜马拉雅山跟中国 这个相接 这一边在中国的西藏这一块区域 这边也是西藏这一块区 中间隔一个尼泊尔 还有一个应该小国 这是北边喜马拉雅山 好为主 然后呢 东南边 这一边孟加拉湾 这里一个孟加拉国 好孟加拉湾 那有的同学说为什么这里不叫印度湾呢 印度在这里更牛逼对吧 印度作为南亚的老大 他把我的名字用作一个弯 一个弯弯的地方的命名 那不是羞辱我吗 说我要大洋 所以这叫印度洋命名 以他命名 当然印度洋不是 并不是印度的洋 孟加拉湾 然后这边呢 叫做阿拉伯海 因为西边就是阿拉伯的世界 所以给小弟一点面子 你老大也不能把所有的利益都占了 好 叫阿拉伯海 好 印度洋 那他在内部呢 他的内部 北边主要是这个恒河平原 恒河平原 然后南边主要是德干高原 好 地形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看他的 其他的一些地理的信息 首先 气候跟粮食 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 其实热带季风气候 在全世界的分布 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印度半岛 再加上这边一点 有个刚刚学的东南亚的 这个中南半岛 这两片区域是热带季风区 非常鲜明的地方 也就是亚洲偏南 亚洲大陆偏南的位置上 两大半岛 热带季风气候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他的特点了 气温一直高 降水 夏天多 好 其他时候相对少一点 那水稻小麦的分布跟降水之间 跟地形和降水 水稻一定是种植在平坦的地方 水多的地方 对吧 那水稻就种植在 东北部 东北部是啥呢 就是这个恒河平原 好半岛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平衡的地方 因为毕竟沿海嘛 降水也会比较多 好 这是水稻需要较多的水 此地是平原气 降水充足 这个已经提到过了 那小麦呢 是反过来的 小麦呢 耐旱能力强 雨太多 水太多 反而把小麦淹死了 好 这些地方地面起伏平缓 降水比较少 好 就算降水偏多一点 那第四是 这个起 有起伏的是有坡度的 那降水很快的流走了 不会积累在那里 所以说小麦呢 通常要么生长在 这个相对干旱的地方 对吧 然后要么生长在 类似于亚热带这种区域 但是呢 坡度 有坡度的地方 就算下雨 水流走了 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小麦呢 主要就生长在这种高原 西北部 降水比较少 第四有点起伏的地方 好 这也很容易理解 那印度呢 它的工业的特征 也非常明显 服务外包产业 就中国几乎承包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业 制造业的加工 就是实实在在的商品 你不是钢铁 鞋 衣服 这个工业产品 汽车等等 包括手机 组装线 生产线等等 超级多 那印度呢 跟中国是这个 互补星是很强的 他擅长服务的外包 技术还很高 利润大 资源消耗少 因为 这种服务外包 主要靠人 主要靠这个 靠大脑 或者说靠这个 你不是说加工业 制造业的 那个外包 可能跟手 跟技术有关系 但是印度呢 服务外包 可能就跟手 或者跟脑子有关系 多一点 技术一般比较高 利润比较大 对吧 毕竟成本 主要是人力成本 别的成本就比较少 资源消耗少 主要消耗人 那软件外包 是最典型的代表 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 三分之二 在中国呢 有一个公司 叫做金山软件 曾经承包过 这个微软公司的 Office 这个办公软件的 这个 软件的开发 那当然 这个金山也开发了 自己的一套 就是WPS 对吧 那这是中国 服务外包的 一个典型代表 当然在印度 这种类似的事情 就超级多了 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 三分之二 印度被形象称为 世界办公室 那中国呢 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 对吧 好 那这是印度 接下来我们看到俄罗斯 俄罗斯 那地形就超级大 作为全世界面积 第一大的国家 并且呢 它比第二 第三 就是它是第二名 加第三名 基本上 总和稍微少一点点 也就是说是第二名的 两倍稍微少一点 是第三名的两倍 稍微少一点 它是1700多 中国第三名 960 对吧 那加拿大第二 比例960 再多一点 那我们看看 这么大一个国家 它的地形的主要特征是啥呢 它分成这几个区域 西边 俄罗斯的核心部分 也处在这个欧洲的东部 东欧平原 这一块是属于东欧平原 我们传统上把俄罗斯 西边的欧洲 统一称为叫做欧洲西部 好 俄罗斯部分的欧洲 叫做东欧部分 这是在地形上的划分 当然你们说在国家的划分 东欧的国家 那又不是这么来的 接下来看第二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叫做西西伯利亚 西西伯利亚平原 这也是平原 这也是平原 那到了这儿就是高原了 中西伯利亚高原 那到了这里 这就是东西伯利亚 山地 山地对吧 平平高山 所以说其实很有规律 平平高山 也就是说这边地次比较低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到这里崎岖不平了 这个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呢 被称为西伯利亚 会发现俄罗斯把这么大一片区域 都叫做西伯利亚 所以说这个西伯利亚的西 并不是代表西边 而是这个名称的翻译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对吧 好 那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几大地形区 那具体分界线呢 这里是沃拉尔山 并且这个地方也是亚洲跟欧洲的分界线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边就已经是欧洲 只是这个地方是欧洲的东部 好 那这里有一个河流叫做 这是厄碧河对吧 厄 厄呢就是厄尼塞河 这个勒呢 勒拿河 这两条河划分了这边的地形区域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福尔加河 那这个被称作俄罗斯的母亲河 历史悠久文化 积淀 这个故事传说等等 非常的多 关于文学作品 描写福尔加河的也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 福尔加河呢 被称作 这个通向五个海洋 几乎贯穿了俄罗斯 欧洲部分 也是俄罗斯最核心部分的全部 沟通了离海 沟通了亚述海 沟通了黑海 沟通了这个白海 白海和这个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主要是在 这个圣彼得堡这一块 从这里可以出海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福尔加河 再加上运河 把这个水路交通串联的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高效 那我们再看看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湖 叫做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湖 水深超级深 平均水深都 都好几百米深 然后它的储水量 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 面积其实也是挺大的 储水量超级夸张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湖 是令人向往的一个旅游胜地 那么再看看俄罗斯的气候特点 气候特点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那这个温带大陆性气候呢 也是就基本上代表了亚洲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对吧 当然蒙古也有温带大陆性气候 包括中国也有少量的 这个温带大陆性气候 那它还有一片区域处在极地去 极地就是比较冷 然后东边一点点 有温带季风气候 那这里有一个奥伊米亚康 被称作这个北半球的寒急 奥伊米亚康 奥伊米亚康可以怎么来记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熬一锅伊米粥 好伊米 红豆伊米粥对吧 这个容易驱失 驱除体内的湿气 那熬伊米 熬伊米亚 熬伊米亚康一锅伊米粥啊 粥亚 熬伊米亚 抗 抗寒 喝粥 容易让身体暖和起来 可以抗寒对吧 当然 那俄罗斯这个更 直接一点 直接喝酒好了 喝高浓度的白酒 就是奥伊米亚 抗寒 好 这是北半球的寒急 这个 就不再多说了 从大西洋过来的 欧洲的西部的温带海洋气候 这乱湿气流 可以影响到 这两个小平原 好 那接下来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工业为主的分布 俄罗斯是重工业非常发达 然后轻工业呢相对比较薄弱 重工业呢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 那首先 其实啊 有两个城市占了两个区 一个莫斯科工业区 是他们的首都 好 以电子工业 重工业为主 第二八库 加秋冰油田 然后这个地方叫乌拉尔工业区 好 这个是以 这个石油钢铁为主的 那这个库茨巴斯 新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 我们前面学到地形的时候 有西西伯利亚 中西伯利亚 西西伯利平原 中西伯利亚高原 东西伯利亚三地 对吧 那这里叫做新西伯利亚 新发展的地方 好 新西伯利亚工业区 那这个地方呢 是以能源为主 那最后一个 这个地方 圣比德堡 是俄罗斯 这个第二大经济城市 应该是 好 圣比德堡工业区 它这里跟北欧的联系 会多一点 航天技术 食品 纺织 那这两个 有一点轻工业的性质 食品和纺织 轻工业呢 一般需要 这个交通便利 人口比较多 那这里地方呢 跟欧洲的交流是比较多的 然后其中欧洲的食品 特别是这种奶制品 非常的有名 这个希腊 这个荷兰 英国等等 包括甚至包括德国 丹麦 这些地方的这个奶制品啊 品质非常的高 好 那这就是 关于俄罗斯的部分 工业中心 拼击原料产地 轻工业比较薄弱 好了 那我们本节课 关于印度跟俄罗斯 我们这两个大邻居之间的 这个基本情况的介绍 我们下节课 再见 所以 我们下节课